大家好 今星期聯儲局議息會議 大家等了又等 最後大家對未來加息的步伐 雖然點陣圖是知道 移前了少許 到2023年有機會加兩次 但始終都要說是2023年 短期來說令到美國十平期債息衝高後有回落 暫時對科技股 尤其是納指也衝上去 本港方面科技股也有少許鬆綁 但點數上的港股 這星期維持28,000至29,000點這個位置做波動 基本上大部份的牛控晶 如果近的位置都可以殺光 但現時來說我暫時估計下星期 維持在28,000至29,000點 這1000點再達至大約800點左右的波動 上落區間維持著 但何時可以做突破呢? 大家要留意著一些重磅科技股份 可不可以在成交配合的情況下 向上突破才行 因為看到傳統類股份 其實已經走過這麼久 支撐了這麼久 要恒指再突破或企穩29,000點 我想騰訊或美團這堆重磅科技股份 能夠再次向上有一個好成交的企運 可能恒指才有機會進行新一輪突破 暫時來說始終在內地方面的一些反弄斷的問題 其實仍未完全消退情況下 暫時難突破一點 除非有更好的消息 可能才令港股有新一輪突破 但其實好實說 上星期都說了 其實維持了三星期就是汽車類股份 其實看到比亞迪一直直衝上來 近期的高位 另外就是體用品股份 除了安踏出了一個盈氣之外 其實本地方面之外 尤其是我們本土的一些品牌的一些企業 已經是相繼一直落鑊炒 可能令到現時消費率的股份 其實較少受一些政策限制 或者在一些本土化的一個銷售的情況 大家會比較上是高的投資期望 所以我想現階段都會 投資上會比較積極 但若果再找多個板塊炒 其實可以留意著 一些科技類股份 但不是最大隻的那幾隻 因為受反弄斷調查 可能一些做雲的企業 或者一些沙碎的股份 其實若果在科技類的板塊開始鬆綁 大隻的當然會走得比較快 但現在來說你要審花是比較困難 可能也會考慮一些叫ETF的產品 但若果豬馬不多 可以後退一些SARS類股份 或者一些叫雲計算的相關股份 其實都具有追落後的權利在身上 就一直堪卻 我會選擇